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每一刻都珍贵 把我每个梦想 认真去追 有很多朋友的出入问题 虽然已经过了毕业典礼的季节了 可是在找工作的朋友还是非常的多 也有很多朋友一直在找一个 比较适合自己或者比较有特色的团队 当然从事保险业务工作 不会是单兵作战 一定要隶属在某一个团队 因此我们必须要加入一个很有特色的团队 很精英的团队 我们才有可能从当中学习到 怎么样成为一个好的从业人员 也才容易塑造自己的特色 我们看国内的保险业务员这么多 三十几万人 讲真的 要让你的准客户记得你 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除非我们真的有自己的特色 否则每一个消费者几乎是每一天 都有机会接触到不同的业务员 做不同的业务工作的人 要记住您是哪一家公司的业务员 或者说就是你这个人 其实并不容易 所以今天我们就为您做一个这样的专题 来看看一个精英团队 到底他们做了什么 可以成为精英团队 然后他们又有什么特色 可以吸引我们成为一个有特色的从业人员 那我们今天就为您邀请到 我们国内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大的团队 大的团队就一个公司 还有底下的比较小的团队 那他们究竟有什么特色 可以跟我们分享 我们今天要一起来听一听 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来宾 好 我旁边最后呢 是三商美邦人寿的行销长 张财源 张行商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那旁边一位呢 是通讯处的宿经吕玉湘 吕玉湘 您好 主持人以及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是李颖业 李初经你好 主持人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我们刚刚在谈这个特色 我觉得我们现在 尤其是年轻朋友 有的非常有自己的特色 但是也有的越来越没特色 因为感觉上 没有办法塑造自己的特色 那我相信财公司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公司 很多很有特色的主管 年轻的朋友 那所谓的特色一定是靠单位的文化 教育训练 整个理念的传承 才有办法把那个特色形成 我想今天我们邀请到三位 最终当然是要来跟我们观众朋友分享 到底一个经营团队 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然后来看看说 当我们观众朋友想要加入一个团队的时候 这是不是一个吸引他们的一个团队 好 那我想先首先我们请教两位处经理 以贵公司 以贵单位来讲 我们先看这个女生优先 好 如果以如今来讲的话 您的团队里面有多少人 那你觉得说您的团队最大特色是什么 我目前团队有234位伙伴 我们男女比例大各半 我一向本来就是增援的管道 是以校园增采为主 所以我觉得我的单位特色是年轻 清新 勤跑 那年轻就是因为我们单位平均年龄大概只有25 其实20岁到22岁的大学生非常多 在我们单位实习 对 所以说我觉得我们看上去就是很年轻 有活力的一群 那清新呢就是我们单位是要做制服的 对 所以我觉得我们希望给大家耳目一新的感觉 那勤跑呢 因为我们年轻 所以我们要比人家更认真更努力 我觉得这是我们单位的特色 李经理呢 我的单位现在目前是80个人 我的特色应该是从我在做保险之前 我自己本身就是中小企业组 所以我本身就有自己以前在传产的团队 所以我进入保险公司的第一天 我就告诉我自己一定要成立营业处 但当时候要组织一个团队 并没有那么的容易 后来因为我太太她是在医院当护理长的工作 所以我的第一个想法是 我是有策略要成立营业通讯处的 我就请我太太 无论如何要来加入保险行业 然后因为她是在护理界算是高财生 所以她在保险业表现不错 相对的很多的学妹 就会陆陆续续的看到学姐在保险业表现得不错 因为现在的护理坦白讲实在是也很辛苦 所以说她就来我们的单位这样共事 所以我现在目前单位有三十几个护理人员 但是护理人员他们任劳任怨 当然是他们的养成素质 可是我觉得他们在组织方面 在事业观方面可能没有那么大的一个 要经过后面的栽培 所以我的第二个团队就是年轻族群 因为年轻族群它的花样比较多 他们的活动力灵活又活泼 然后第三个组织的人员就是社会比较有历练的 在我们已经到了社会 在出社会十年或十五年 看到我们表现不错 所以现在我的单位里面的组成分子是非常平均 然后也有护理人员 也有年轻人 然后也有一些社会有历练的人 是这样的组成的 那以两位这样的各具特色的团队来讲 比较容易吸引到什么样的年轻朋友 我在增援的部分 我喜欢找单纯 孝顺 我觉得当然第一眼一定是要顺眼 彼此要有 我觉得要有缘分 对 那我们增援的这个步骤 我会先 我们会有视性测验 当然了解他的内在的个性 然后透过面谈了解他的家庭背景 然后他跟家人的互动状况 然后了解他对未来的一个期待 那我是觉得我喜欢找单纯孝顺 是因为我觉得做保险心中一定要有爱 尤其是要爱家人 因为我觉得孝顺是很多伙伴努力的动力来源 孝顺 我们不应该称孝顺为一种梦想 可是有时候真的就是梦想 一直放在心里头 但是没有能力 没有能力 也没有机会去实现它 所以即便是要追求孝顺这个梦想 也要勇气的 对 好 那李晶你呢 林德川的 这个我们在整个样 这个教育养成的时候 我们找PSD P就是Pool 就是家庭本来是辛苦一点的 像我本身是公务人家庭 我太太她们的家庭 都是比较辛苦一点的Pool S Smart 就是要我们这行业每天跟钱 跟我们很多的数字在一起 所以S Smart也是必须的一个因素 然后第一是Design 它的企图心 它的欲望 成功的欲望 我相对的也是一定要有加强 所以这三个的组成 应该是我们陆陆续续在寻求的年轻伙伴 我想年轻人有放胆追逐梦想的 这样的一个动力 可是去错的地方也是很麻烦的 是啊 因为我们 我们如果以现在保引进行 我看起来常常是每一年在做的这个 应届毕业生的就业医院调查 我们可以发现年轻朋友 他们最在意的 他们想要进入到哪一家公司群物 他们最在意就是公司的制度 对 还有公司的整个的环境 这所谓环境都包括主管 同事 设备 这个都是环境 制度到底就是福利 升迁等等这些 我相信一个公司能够在这两个部分架构都非常好 就可以让年轻朋友加入以后就很放心 而且有机会成功 那行商长你是不是也帮我们介绍一下 那贵公司用什么样的制度 让年轻朋友可以定做 是的 所以就像刚刚主持人所提到的 其实环境很容易改变一个人 所以刚刚我们今天我们一起来的 刚刚我们都讲年轻了 看起来他们没有特别年轻 是因为他们已经进来十几二十年 我更多 其实我以前很年轻 那我们公司的特色就是 年轻 专业 热忱 那我想这个就很重要 包括他们刚里面讲到的孝顺 有梦想 所以年轻 专业 热忱 是公司的一个文化 现在讲文创 文创 其实文化很难用创造 是要一点一滴累积出来的 所以我们在每个不同的通讯处 在这一些优秀的主管的代引之下 让年轻人一步一脚印 那么走上成功的捷径 让他们从这里面的环境 去改变他们的思维 所以我想这个在公司里面 我们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重点 我大概做这样的一个说明 大概分为四个 第一个就是我们一直要强调热忱 其实孝顺这个是中国千年以来的很重要的文化 讲这个孝顺好像老掉 但各位这就是一个基本的 基本的一个饮水思源 或者是缩小到自己家庭的一个人相处之道 所以那是一个需要热忱的 所以公司在这方面 我们一起强调这样的文化 那对客户 刚刚提到的是家人 现在对客户 那我们这些领导人物 对他的同仁都是热忱 而且要有服务 这是很重要的 那当然公司提供很即时 很重要的支援 第二个就是 那么大家应该知道我们这个团队 它是目前应该国内少数没有精控 而且是专门只做人寿保险的这一个团队 所以呢 那么我们很专业在做 所以不断推出很创新的商品 那我们的业务团队提供给客户 他的各种的需求 我想这是第二个 那么第三个就是公司也带头来做 那么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 所以我们这24年来办了很多的公益的活动 那也用公益的活动来引导 我们的业务伙伴也来做公益 所以大的公益我们讲 可能花很多钱做很多年的 比如说小太空人活动 那么这个已经做很久 到现在暑假又开始了 那从这种大的活动 小到我们办奸学的活动 我们一年四季都在办奸学 我们好像在卖学 其实没有收钱 但是我们觉得捐了一点血 然后让自己更健康 因为奸学之后我们血液的浓度会降低 造新的出来就不会有太多铁纸的氧化 这个是医学专家讲的 那奸学给别人 那就救人一命 但是未来最后也会救自己一命 当自己有一天需要用血的时候 奸学中心可以无常提供给你 就这样一个保险的行为 现在缴保费以后可以一笔领回来 当然最好是不需要用 但是在平常我们健康的时候可以来做 所以这样的一个热衷工艺跟企业责任 也带动让我们的通讯处跟主管 大家对社会有一种共同参与的责任 那么最后我想就是这个品牌 我们经营了二十几年来 那么其实它基本上每年的成长 都让业务同仁很有信心 让我们的客户感觉他有正确的选择 所以让这样子来吸引我们一些年轻人 不断的加入我们这样的一个团队 刚刚欣赏要讲这个捐血是一个 对自己有帮助的事 其实保险这个东西不管是销售或者买 都一样跟捐血一样 都是利己利人的事情 感觉上我在销售保险好像是为了我自己 但是其实帮助了非常多人 但是我们要加入一个团队 最终目的我们希望能够成功 那到底我们有没有什么机会去复制 已经走在这条路上的前辈 他们的成功来加速我们自己的成长 休息一会再回来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变成去追 欢迎回来 如果我们想要从事保险工作的话 各位可以看我们有非常多的选择 有这么多受请公司 有这么多的经纪人代理公司 一个公司里面又有这么多的处 究竟我们应该要怎么样选择 才能够让我们找到一个对的地方 然后有很好的发挥 我想能不能够有成功的典范 让我们跟随 这部分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们不管做什么行业 每一个人真的要从零开始 真的一辈子也没那么多的力气 全部都归零充零 不学别人的经验 这太难了 我想人类的历史发展的价值 也就在于 我们都是踩着前沿的经验 这样子慢慢过来的 所以我想请教两位的 就是说 在两位的单位里面 有没有什么成功的范本 可以作为我们典范 陆经理 我们单位有一位 就是大三进来的 季美 他在大三暑假的时候 进来单位实习 他刚开始进来的时候 因为年轻 所以没有什么背景 没什么人脉 所以我们一开始就是从问卷 然后他也做扫街 然后我们会有一些 定点的单位 像公教单位让他经营 然后呢 当然这个过程当中 屡屡失败 他到了坚持了四个月 终于有第一个客户跟他支持 跟他成交保险 那一直到现在 他已经成为我们 大家眼中的推销高手 然后每一年的年薪都破败 甚至已经也快要晋升到 我们的高阶经理了 那我觉得他最大的转变 我觉得是在 我觉得年轻人对一些 生活领域的 这个 未来会可能发生什么问题 或者有什么样的 需要的花费 我觉得他们比较 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那我觉得在这方面的提升 跟单位的教育训练 那我觉得他慢慢的可以跟客户分享 生活的东西 因为我觉得行销绝对不是只是 分享商品跟数字 我觉得它是一种生活的分享 我们是来解决问题 不是来制造问题的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伙伴他在 这个部分 他开始可以跟客户聊天 进入到客户的家庭 那他就可以进入 他的经济的核心 那我觉得透过 长时间的一个经营 我觉得当客户对他有信心的时候 我觉得信任感增加以后 我觉得他在这个部分 就做得越来越好 你经历吧 OK 我们单位有几位护理人员 他在护理工作八年九年 但是收入的关系 所以可能还是住房子 可能还是在骑摩托车 后来因缘继绘到我们的单位之后 因为透过他的护理专业 他又会护理又会保险 所以用关心的角度 我们关心代替推销 去关心他的客户 他的朋友 他的体况 他的父母亲 所以进而赢得很多人的信任 然后陆陆续续的我们的保单 就因而这样子而进来 那我们里面有一个比较代表性的 是一个男生的一个经理 他是从大三就来了 但是他在读书方面可能还好 但是他很会打篮球 哇他篮球的英姿 很多的小女生都会叽叽叫的 哇这个真的是 后来他因为大三就来 年轻人少的就是目标 可是这位年轻人 他进来我们公司就有明确的目标 然后要五指登科 要在30岁之前买房子买车子 后来到大市 然后到当兵回来 都一直在我们的单位服务 后来在单位专职了三年之后 就买了房子 买了这个很高档的进口车 然后也取了很漂亮的美胶梁 现在我常讲四指登科 还差儿子还没有生而已 所以一个单位的文化 一个单位的氛围 会让年轻人在这边 培养民这样发展起来 我觉得是以我们来讲 这个责任很大 我们是应该要把这个单位 建立好 让年轻人来是有目标的 好那邢职浩 如果公司本身来看的话 有没有什么成功的案例 像他们两位讲 其实公司真的有很多成功的案例 那我想我要提的是一个原则 其实现在好像我们从媒体 我们这个媒体不算了 我们这都是讲正面 我们有一些新闻或媒体报导 好像说几年前开始讲22K 讲台湾的竞争力 好像都是讲的比较灰暗 或者是负面的 其实每个人 我们现在缩小到个人 像譬如说刚刚主持人提到 毕业典礼的季节六月刚结束 现在暑假又是一个新的开始 没毕业的升一年级 毕业的已经进入职场 刚开始一定是经过适应 然后学习 所以我们常讲 常听到的磨难要趁年少 就是说年轻 所以你就要是经过很辛苦的 尤其现在像7月8月这样的季节 我们做业务一定很辛苦 到客户那边 还必须人模人样穿上外套跟西装 所以我们也鼓励新人 就是说看谁外套西装穿得最久 你就可能未来回收更大 因为这是最基本的 光忍受一个温度跟流汗 那更何况是工作上面 还有学习薪资 所以我们常讲 其实在我们公司的这样的环境 成功的人成功人 但他不会把成功的路带走 也就是我们有很多成功的榜样出来了 他的成功的方法 是大家可以copy 可以学习 那用这样的一个环境 那么让我们的很多年轻人 那么他可以成功 所以我想成功的例子很多 但是我把它归纳起来 我觉得在我们公司这个领域 成功的人大部分属于愿意改变的人 愿意改变他原来的思维 这个很重要 因为思维会改变行为 然后就会决定命运 所以他愿意改变思维 第二个他愿意去改变他的学习态度 第三个他愿意去改变他的人生的观念 这个观念包括跟人的相处 所以基本上我们有一些课程 还有单位有很多的活动 他们都在引导 让他们潜移默化 变成一个积极 愿意接受大众 愿意面对挑战 我想人数保险本来在各行各业里面 就是一个推销员 我讲的就是各行各业 其实本来都有推销员 我们尚从政治的领导 到学校的老师 到我们自己都当家长 我也告诉我女儿说 这样的男人不好 这个也在推销 推销我的观念 他能不能接受我不知道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其实每一个人 只要在任何一个环境里面 你就是个推销员 推销你自己的优点 推销你想要讲的事情 包括总统都是 总统更重要 对不对 不然我怎么知道前瞻计划是什么 这个很重要 他刚刚讲这个 护理人员是 是一个高度压力的工作 所以当然我们 我们不敢最近集体换别家的人 是怎么样 但是的确 其实在各行各业都有一些压力 但是都要懂得沟通 沟通就是推销 所以我说 其实这些案例 我们把它归纳起来 愿意改变的人 他就会接近成功的境界更接近 我相信鲁经理跟李经理 一定都是成功的典范 是 你们两位是不是 也都经过什么样的改变 当然 我觉得我刚开始进来的时候 其实没有想要成立通讯处 因为真的野心没那么大 但是我真的觉得很庆幸进到公司 我觉得我是在晋升经理的时候 受公司的晋升经理训 然后我觉得在这个课程里面 要我们设定目标 已经到经理了 下个目标就是处经理 设定 好 我那时候 其实我只有四组的人力 既然设定了目标 我们这种个性就觉得说 我讲到就要做到 所以我们就用了两年半的时间设定 你现在问我说两年半成立通讯处 从四组到三十组难不难 我当时不知道 我只是觉得 所以我刚刚说单纯很重要 我就单纯 好 那设定了就是要去做 对 所以说我觉得我自己本身 也是进到公司以后 透过公司的完整的训练 所以我现在跟很多的年轻人讲说 不要用现在的你 现在的成绩看待未来的你 也就是说因为我们也是这样走过来的 对 好 那我们休息会要回来看看 一位传产的老板 如何带着一个护理的太太 然后成为保险业的精兵 休息会再回来 欢迎回来 可能我们平常对我们的生活 对我们的工作 有一些不满意的地方 其实不满意的人占大多数 不满意的地方 但是只有一件事情 我们都不想去面对它 就是改变 因为我们常常讲说 其实改变自己是最困难的 我们非常容易要求别人改变 可是我们要改变自己真的很难 可是我们当走到某一个阶段的时候 不改变自己 你是看不到另外一条路的 我想我们接着就请问李经理 您自己经过什么样的改变 我改变可大了 因为传产的是制造业 然后突然要变成保险丛人员的话 开始要有西装笔艇 然后开始要到客户家一一去拜访 跟我们以前完全不一样 但是我知道这个行业是可以成功的 这个单位是可以成功的 所以必须自我改变 改变自己的个性跟脾气 因为以前自己从海军陆战队退伍 然后自己又开工厂 所以那个个性比较阳刚 刚刚这个主持人问到说 我如何带着一群的娘子军 护理团队 我应该这样讲 因为我本身也没有妹妹 没有姐姐 我本身也没有女儿 所以我就把来的 比较年纪稍微长一点的 当作自己的妹妹 如果这样很年轻的 七十几年次 八十年次的 当作自己的女儿这样看待 有时候你就也应该包容她 最难的是应该跟太太沟通 因为太太本身也是副理长 然后跟她沟通的时候 会有一点点的难免 会有一点的欲求 我想不要紧算了 因为毕竟能力很强的人 她的一定有脾气 一定有个性 所以我认为我们自己的改变 才能让团队更和谐 尤其是一个单位的领导者 如果你每一次都是讲很大的原则 每一次都是很硬的性格 我想这样的单位 可能会常常有人事问题 所以我还蛮庆幸 在我们单位里面是算和谐的 相信力是够的 所以每次只要有出团到出国旅游 其他单位跟我们在一起 常常就说 因为你们的单位 真的相信力很强 你们的单位真的时间一到 每个人都集合 所以我想这是点点滴滴 让单位同仁认为 在我们单位是可以成功的 这是我们的责任 从事业务工作 我相信挫折是一定难免的 我们每天可能看好几位客户 经常会没有办法 如我们所愿去完成想要做的事情 所以我相信 怎么样能够调试心情走出挫折 这应该是我们要能够成功的加速器 因为如果走不出去的时候 可能就一直在那个圈具里面兜 所以我想请教两位促进 通常你们自己遇到挫折的时候 你们都是怎么走出去的 李经理 我觉得在我从事保险的时候 我就有一个心理准备 觉得说其实本来客户就没有 一定要跟你买的权利 我觉得我们只有认真努力的理由 所以我觉得挫折大概只是 还没有学会这个问题怎么处理而已 那我觉得我如果觉得说客户就是 走出去就是有一半一半的机会 二分之一是yes 二分之一是no 所以我觉得说 其实在这个过程 我只要对保险的意义跟功能是坚信的 其实我觉得有很多问题是可以处理的 那单位的伙伴一定会遇到 那通常我们就会分享我们的经验值 让他知道原来这个问题不是只有他会遇到 其实我们可能遇到的比他更多 但是我们都可以克服都可以走过来 那通常这个时候我都会说 不用担心姐陪你 那我觉得就是教他陪他一起度过 对 我觉得两位真的都是很接触的这个领导人物 为什么呢 因为我眼睛看着鲁经理 可是嘴巴说李经理 但是鲁经理可以从我的眼神知道 我在请教的是 那李经理呢 说他挫折 我认为保险以我来讲是应该没有挫折可言 哇太厉害 为什么因为自己在传产的时候 因为营业额大的时候 一定要向银行来融资来借钱 所以当时候压力之大 可是来做保险 在从事保险的前半年的时候 虽然没什么业绩 但是我很开心 因为从此之后 我不用再向银行借钱了 我不用再去拜托客户了 我们不用再去拜托我员工要加班了 我们只是认真的找客户而已 怎么有挫折可言 所以对我来讲应该算不顺利 不顺遂 可能本来要收了case 没收到 当时我们刚做的 在我们个人资金也蛮也不多 所以我那时候给自己一个小小的游戏 10块钱铜板的 这个把不顺就排开去麦当劳 买一只蛋卷冰淇淋 10块钱 然后握在谁的旁边呢 握在麦当劳叔叔的旁边 就跟麦当劳叔叔讲说 我刚刚那个客户不跟我买 所以挫折是比较的 因为我当时候要来 从事人数保险的时候 父母亲非常反对 因为自己有公司的 自己又用董事长的 怎么来保险 所以太太也反对 所以我那时候不顺遂 要跟谁讲 只有跟一个人讲 那个叫麦当劳叔叔 跟他来素素行书 从来不知道麦当劳叔叔 才要做这件事 对对对对 但是坐在那里没事干的 对对没事做 然后跟他讲一讲 吐吐苦水之后 又往下一个客户去 所以我想这个是自己内在的 挫折时期是比较的 那你如果说比一般行业 我们真的很 我刚刚跟我们的副总讲 我们在保险这很好命 保单制作也是公司 理赔也是公司 所有都是080的客户在处理 然后我们只是负责 把我们自己顾好 把客户顾好 把同仁顾好 就这么简单 如果有一般的传统老板 他什么都要做 但是在我们公司都不用 有我们英明的副总 所以我们都不用做这些东西 是的 不过因为两位都是很成功的 整个团队领导人 所以我相信你们本来就具有 这个化解挫折的能力 是 就已经证明 结果就已经证明 比较难的可能是 我们带进来的这些年轻的朋友 是 我想他们的情绪可能比较多一点 那毕竟他们不是你们本人 所以当你的团队的成员 有这种挫折感 情绪低落的时候 你们要怎么样带他们走出这个漩涡 如今 我觉得这个时候 我觉得训练很重要 对 其实能够克服挫折 我相信是 你自身的专业度跟你的信念 所以说通常在这个时候 我团队我大概会加强训练的部分 透过我们团体的力量 那因为我们单位的文化比较像家 所以我们在这个家庭里面 我们就觉得互相帮助 互相关心 那我觉得伙伴其实在这样子一个很 温暖的单位里面 其实他会发现 哦 学长学姐也同样遇到这个问题 那他可能不会 他可能不会想要来问我 原因是他觉得我们处经理 可能已经距离他比较远 不一定懂他现在的痛 但是学长学姐也是一样经过 所以能把经验值分享给他们 那我觉得说 其实我觉得这个堆叠出来的情感 我觉得才是我认为 我在这个行业里面 我觉得最可贵的 做伴很重要 其实我们在这个陪新人的前半段时间 有两个 第一个是他的情绪上 他的情绪上我们要让他做伴 譬如说他后来吐吐口水的时候 不用像我当时候跟长爸当的叔叔 我可以聊聊他的心境 然后二者是 我们会给他一个正确的方向 正确的目标 这是在心情上 但专业很重要 你跟他再好但是没业绩 他还是会离开这个单位 所以专业的培养 我们会每天的找客 我们会跟他商品的演练 我们甚至会请优秀主管 包括我会陪他下市场 去每个case study 每个case去讨论 如果会精进会更好 但情绪上我们在旁边协助他 因为我认为我在这个经营成立 营业处之后 我把我的住家搬到附近 刚刚我跟长辈住在一起 长辈说请你晚餐煮多一点 这些年轻朋友假设晚餐 今天没什么case说 我们就来我们家吃饭吧 我想这个是一种作伴 给他一点家的感觉 认为说我们这边 除了工作之余 家也是很重要的 温暖 温度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会陪他度过 在初期的时候 我给他一个困难度的度过 这是我们的工作 行事压长 我们几次邀您来上我们的节目 其实有个很重要的原因 我真的觉得你是一个机力高手 所以因为两位出镜 你就讲了他们的想法 那你也趁这个机会 给我们年轻朋友一些纪律吧 好 我把我的秘诀分享一下 其实没有很好的方法 可以处理挫折 没有 只有尽快度过低潮的方法 就是你可以尽快度过 因为有很多客户不买 就是不买 那你就是要等 要经营 所以我的秘诀是三个 尽快度过低潮 第一个就是 当你低潮的时候 我想做保险 别的行业 当很挫折的时候 去看电影 第一个 看什么电影 不可以看神头奶爸 笑一笑出来 心情还很挫折 看鬼片 看灵异的片子 非常紧张 然后结束之后 发现自己竟然比男主角还好 因为你没有那么 你没有被鬼抓走 你绝对没那么急唱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去医院 可能大家都去医院 我最近也去医院 你就会发现急诊 你会发现挂号 你会发现等领药 一堆人在排队 这些人需要保险吗 需要 这个时候他不会拒绝保险 但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要暂停 他病好了 或者是他健康了 或者他已经被拒绝不行了 我想 各位观众 你周边一定可以找出来 最近正在看病 或者在住院 一定有 所以你这样看 那一些是我们太晚去 所以现在我们这个去 可能是太早去 所以你被拒绝 那没关系 你看完之后 走过 然后心里默念说 你等等我现在没空 你好了我再来找你 第三个 去学校 什么学校 小学 小学生放学 你到校门口一站 你就发现未来希望无穷 一放学 小朋友都出来 你看很多家长去接 小朋友都跑出来 这些爸爸妈妈可能不帮他买保险 但这些小朋友现在还没有赚钱 他长大 这里面一定有一些是 会赚大钱 会赚小钱 他会买保险 所以我们的准客户市场还很大 这是我三个秘诀 提供给做保险的伙伴们分享 果然是激励高手 不管是经营一下公司 或者是经营一个单位 或者我只是一个从事EU工作的人 竞争力都非常重要 那竞争力 现在就得开始培养 要不然的话 真的是来不及 休息会 我们再来看一下 一个公司或者一个单位 怎么培养自己的竞争力 休息会 再回来 我们再来 等命多奇妙 每一刻都珍贵 把握每个梦想 变成去追 欢迎回来 我们看到一家受险公司的经营 其实它里面的专业度 真的是非常的高 特别是像行商长刚刚提到的 我们今天专访的这家公司 既不隶属于金控 也不隶属于其他的 跟金融有关的行业 所以一个这样的公司 在经营的过程当中 当然一定要更专注在本业的发展 才有可能有今天这样的规格 不过我们常常会听到 很多人讲说做受险业务 是一手要增援 一手要销售 因为这是一个团队的时代 不能只靠自己一个人 销售做得非常好 可是没有人成为他的团队 所以我们如果从公司的角度来看的话 贵公司用什么样的方法 可以同时做到人才培育 也顾到了业务的销售也顾到了 是这个我想来报告一下 我们现行的做法跟心得 其实成功跟成长看得见 那学习是关键 那透过学习 我刚前面讲我们觉得成功的人 都是愿意改变 那改变需要学习 所以其实非常重要就是 你要如果从推销走到管理 从现在的推销的劳力 走到劳心的管理 从劳力到劳心 从推销到管理 其实它是有步骤 而且有脉络可循的 所以我想今天我带来一个 基本的一个概念 跟各位观众做个分享 其实人数保险的推销 你说它是复杂 我说它很单纯 但是你说它很简单 它却需要长时间的 累积很多的经验值 所以我们一开始 对我们的心境同仁开始 当然我会注重在 专业的能力 因为你出去 你的自信跟客户的信任 是来自于你的专业 所以我想专业大家都知道 就从最基本的考照 对你商品的专业 对我们卖了保单之后的 售后服务 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一开始我们会 那么着重在 新伙伴的专业能力 那么第二个就是 那么行销的能力 就是你跟客户之间的对谈 所以刚刚有提到 现象测验 其实我们很多通讯处 不只现象测验 还会办什么首相面相 类似这些互动 或者什么大地游戏 人际的沟通 那这些都是行销 行销自己 行销自己的商品 那当他进身为主管之后 我们开始会做的教育训练 就是他的组织规划 跟组织的这个带动的能力 那有的组织需要管理 那这个管理变大了 那你就要去经营 就像老板一样 他要去经营 那他可能要融资 要找三点拨 我们可能不用 所以刚刚提到 其实人数保险真的是一个 可以毕生从事的事业 他不只是一个工作 其实人数保险 真的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 他的商品不断的演进 但是他的基础没有变 就是人只要走了 一定会赔钱 这个没有变 就是保险变成 外币保单变成投资型保险 但他还是保障 住院就是有医疗的保障 身顾家庭就有保障 所以他没有变 他并不是说 除了这个新的3C 旧的可能就丢掉 像企业份2G手机都不通了 对不对 但人数保险 就是他基本的客户 现在可能预算不够 他也没有观念 要买投资型或外面 那传统的医疗还在 传统的保障还在 所以我们要透过这些经营能力 让这些伙伴们 晋升到某个阶段 有一个比较广的视野 就是现在可能流行 其实是卖这一个 那你要去学 然后学完了之后 去教会你的伙伴 那最后我们说 那当他成为一个 通讯处的时候 在我们的名称通讯处 就是一家分店 就是一家他自己的公司 那这个时候 那么他就必须要 做业务目标的订定 然后团队的培训 那么人才的这个吸收 我们称为增援 就是这样的扩大组织 所以其实这里面提到的 就是其实成功是要付出代价的 要付出代价的 那学习这个代价是最轻的 最轻松 而且是很乐意 因为它可以让你 不断的去成长 所以我想这个 在我们的文化里面 我们觉得透过不断的学习 可以成就一个人 可以改变一个人 那刚刚行政长有提到 这个改变需要学习 也提到专业 其实就是自信的来源 那我也常常听到 有些业务员会讲说 都很忙 业务都忙不完 哪有时间进修 所以我想了解一下两位 如今来讲 你们这样的工作之余 做什么进修 我有回到大学再去修金融保险 对 那其实我一直以来都在单位很鼓励阅读 所以我们单位是从每天早上八点到八点半 是我们成读的时间 那至于说读什么书 我不会去设定他们 大概大家都会以工作上的工具书为主 只是因为每一个人的职务不一样的时候 它的成长进度是不同的 那我觉得说我业务员的时候 我就自己很喜欢在书里面找老师 因为我觉得多少我们在市场上 遇到的一些挫折跟问题 我觉得在书里面都可以找到答案 那我觉得当我在推动阅读之后 我觉得单位的伙伴 他在遇到困难跟挫折的时候 我们在辅导上的时间跟次数 比较不用那么多了 对 所以说我觉得很多的伙伴 我会鼓励他们多看一些成功者 他成功的过程 然后学习他们成功过程的态度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对 那我们早课结束之后 我们会有趋运作的时间 那在趋运作的时候 我会给我们新进的义务同仁伙伴 目标分享 像譬如说财经时事的这个部分的分享 那他们可以训练他们说话的 开口分享的能力 对 当他们分享能力提升的时候 他自然在客户那边分享的能力 影响力就会提升 对 有帮助到他们在市场上的一个发展 那我们的趋运作结束 我在假日的时候我们也会举办读书会 那这个读书会通常的书是我会选择工具书 那我们透过集体的阅读跟集体的分享 然后再加上我的经验值的补充 这个大概就是提升他们在工作上的职能 像行销技巧的这个部分 那我觉得这样子长期下来 包括我分出去一个单位 文凭处经理 他在他通讯处的过程当中 也是遇到很多的问题 我就鼓励他阅读 那透过阅读 他改变了一些思维跟他的行为之后 到现在我们两个都一直在推动 这个阅读的好习惯对 事实上阅读是最经济 有最快速可以成功的一种方法 李经理 我想我们这个文化有一个经营自己 影响他人 所以刚刚我们的副总管讲到 我们要推销我们自己 在保险行业他其实是先交朋友 第二阶段他要保单保障 所以如果跟他交朋友 我常常跟通论讲 你去他们家要讲什么 所以你要懂什么 所以以我来讲 我在前几年去东海大学 上了EMBA 两年的硕士班 以把它念起来 然后把一些观念带到单位里面 然后平常请同仁一定 我长期订了商周 天下 很多很多的书的杂志 你没有订现在本来的杂志 有有了 一定要订的 怎么可以漏掉讲 对不起 那是必修的必修的 所以那是专利的书一定要订 然后在这一些我们也会订 那定之下 我们去看内容之外 还看什么 看现在的广告 现在卖什么车你还会懂 现在卖什么房子你还会懂 你还跟客户有话可以聊 所以我想我们这个行业是通才的一个行业 你还会聊 你还推销自己之余 你还知道现在的时事 你现在的专业 我想这样子的业务同仁 你才慢慢能走出去 遇到很多的社会大众 我很高兴有人想要阅读广告 而且知道阅读广告有什么好处 我们现在保安杂志 常常被客户批评说广告太多 是吗 但是其实广告是很珍贵的 其实很重要 我们如果不看广告 我们根本不知道现在有什么 不知道新的信息 根本不知道现在有什么新的产品进来 所以会成功的出镜 你不是没有道理 两个自己开公司的出镜 你确实有独到的眼光 我们休息一会儿再来看一下 当然我们每一个人在一个位置上 我们都会希望看到未来 到底未来的规划是什么 或者说我真的不知道 我往下怎么走的时候 我们都需要有人引导 休息一会儿 我们再来看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来 不论是要买一张寿型保单 或者要加入一个寿型公司 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 你是不是选对了一个永续经营的公司 永续这两支 有时候听起来觉得很简单 可是遇到一些比较重大的改变的时候 真的就很难说了 当然听起来永续也是个最低的要求 不过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才能够信任一家保险公司 所长 先请邪超长 以贵公司来讲 今年主要的规划是什么 我们公司在经营的今年第24年 应该是当大人一段时间了 当大人 我们大概有一万八千位外勤的员工 内勤大概有一千五百位 所以也就是人数接近了两万人 我们现在有效保单 大概有三百五十万件 但是有些客户买两张这样算 所以我们有两百多万的客户 也就是台湾 每十个人应该有一个人买了 我们公司的保单 所以我们觉得我们责任也很重大 责任很重大 因为公司的经营 牵涉到这么多的家庭 因为每一张保单就是代表 一个家庭的未来跟它的保障 我们的员工有两万人 他们背后也有他的家庭 所以公司很专业在经营 我们今天的目标 当然我已经过了半年 我就不去讲太多的数字 但是我想我们今年两个经营的重点 第一个是提高产值 提高我们的个人或者单位 或者整个公司的产值 这个产值不是偷偷的产能 是个人 为什么 因为现在大家在讲低薪 但是你可能也有感觉到 Seven的香蕉变贵了 不好意思Seven真的变贵了 因为可能不知道是产地 还是产销的结构 也就是物价其实是有在波动 但薪水有在低 但是对我们的业务同仁来讲 他既然走入最挑战的工作 他的产值要提高 他的产能要提高 因为这样子才能够 符合他付出的代价的标准 所以提高产能跟产值 我们当然也透过教育训练 还有透过一些商品的训练 这很重要 第二个是我们公司的 今年很重要的目标 就是来推广投资型连结的保单 投资型连结的保单 曾几何时 曾经大宏大卖过 但后来因为金融海啸 我们三位都经过 现在有很多伙伴进来 如果不到十年了 应该没有经过 其实我想电视剧前面的观众 都应该必须接受一个基本的概念 人的一辈子一定会经过 其实是大的问题 这个问题可能是大灾难 或者是经济的大的成长 或大的萧条都有 那你就要去面对它 那我说为什么 我们三个经过的意思是说 我们经过 我们看到它又上来了 是这样的 但是这中间有很多人付出的代价 或有些人就离开了 我讲离开不是在讲保险 就是说离开这个经济的行为 但投资型连结保单 它就是比较一个新的领域 就是从传统的保单 后来变成有外币 现在主管单位开放外币 让你外币就是 让你立足台湾 然后布局全球 所以外币保单出来了 然后投资型保单又开始 慢慢要开始热卖 为什么 因为台湾这个岛型的经济 那么以外销为主的经济 未来说整体的环境会压缩 所以我们的社会大众 我们的客户如果保障已经够了 他希望透过保险 然后又能够透过一些 比如说基金 去做连结 然后能够布局全球的话 那么投资型保单 应该是一个兼顾保障 跟投资很重要的一个商品 所以我们公司在今年定调 就是我们从两年前开始Wong Up 开始热身 今年开始我们大力来推展 那么希望卖更多的保单 于是我们的同仁要学习更多的东西 所以什么是一带一路 你要看看未来的中亚跟欧洲 未来的中国会怎样 然后现在美国也改选了 所以有很多的政策带动了美国 那我想这些可能 如果我们做别的行业 可能不会去注意这个 大概看看新闻就算了 但现在这个是变成 跟我们确身相关 为什么 因为这张保单我必须先懂 那我除了要证照 我必须有这个专业 我才能够去卖给我的客户 然后卖了之后 不是卖了就没事了 卖了当有任何的一些问题的时候 客户咨询的时候 我们要足够的这样的专业来提供给他 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在 那么今年甚至于未来 很可能因为低利率的时代 应该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当然这我不是专家 但是你可以看日本低利率到多久 你说美国要提升 看起来还没 那欧洲还在量化宽松 所以我想这个社会大众 如果保障够了 那另外一层面是需要更多的东西 所以这是我们今年的目标 好 那今天也谢谢三位跟我们分享 怎么样成为一个经营团队 还有到底我们怎么要选择 一个对的保险公司 那我们下礼拜同个时间 再见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